秀林乡在11号经传了凶杀命案 一名64岁灵性男子身上多处刀伤及盾气伤痕 倒卧在自家屋外菜园 而且已经明显死亡了 出不了解灵性男子疑似汉人有载务纠纷 而新城警分局目前也成立专案小组 扩大调阅监视器要追查凶手 警方在现场勘察搜证并且拉起了封锁线 11号上午关联县秀林乡发生一起凶杀案件 警方接过报案到场时 在树林中发现一名男子全身是血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在家被砍的 洗车的时候 洗车的时候被人家 我说他 他平常会出来这样走动吗 跟你们聊天 很少 警方调查男子是在洗车时遭到武器攻击 而男子同军人清晨7点多 运动完回家后 发现有人在屋内翻箱倒柜 手上还一次拿着武器赶紧报警 在旁边的树林呢 看见一名男子倒握在地 马上通知119消防局到场确认 该男子已经死亡 据了解 死者应该是有小型放款贷款 民间贷款之类的从事 有一些钱财来往的工作 那至于有没有结案的 目前本局还在侦办中 男子平日从事放款工作 疑似因为债务问题 突然遭人攻击身亡 警方调遇有周边监视器锁定 犯嫌追气 至于犯案动机 警方也调查厘清 记者中博道